Hello,What's up? 这集我们来介绍一个超有趣的解谜游戏 不管你平常有没有玩游戏的习惯都没关系哦 Phoenix只是想要跟您分享绝对超乎您想象的游戏创意 Baba is you是个听起来超奇怪的游戏名称 画面也不是主流的类型 我想大部分的朋友下意识的就会觉得不感兴趣吧 不过我真的邀请您多看几分钟 也许等一下您也会跟我一样觉得 哇,这游戏太有趣了吧 您可能听过或玩过仓库翻 就是把箱子推到指定地点就会过关的解谜游戏 今天介绍的这个游戏其实有点类似仓库翻的感觉 但是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哦 游戏中没有固定的规则 规则其实是由画面中物件的排列组合来决定的 像游戏中的地灵关显示的Baba is you 就是说玩家现在控制的就是Baba 也就是这个白色外形的小动物啦 然后Flag is win 就是指只要抵达旗子所在的地方就过关了 但是路上总是会遇到一些障碍嘛 你可能被墙壁挡住 因为现在显示了Wall is stop 那你可以直接绕过墙壁或是可以去推开石头 因为现在石头是显示Rug is push 就表示石头现在是可以推动的 那这游戏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 你可以自行的调整规则 例如我们把Wall is stop拆开来 那我们就可以穿墙了 我们甚至可以把Baba is you改成Wall is you 然后就变成控制全部的墙壁了 很酷吧 再来带大家看一下游戏中的第二关 这关一开始的规则就显示Wall is you 所以我们现在控制的是墙壁 然后呢又因为Flag is stop 所以我们没办法穿过这些旗子 那该怎么办呢 把Flag is stop拆开就可以穿过旗子咯 接着我们主要有两种方法可以过关 第一种是Flag is win 这样所有的旗子都可以让我们过关了 或者第二种方法是 做成Wall is you and呢Wall is win 因为墙壁等于你 然后墙壁又等于胜利 所以你就等于胜利啦 希望透过这两关的展示 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游戏的特色所在 因为没有固定的规则 所以你会不断地去探索新的可能性 甚至会发现自己思考的盲点 而最高潮的地方啊 就会发生在你原本卡住了 但是又突然开窍的那个啊哈moment 顿悟时刻 影片最后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蛮有趣 但不会很困难的关卡 也提醒您注意一下这关左下角的规则 Wall is defeat 这关如果碰到墙壁就算失败咯 那有兴趣的话 您可以现在就把影片暂停 来想想看怎么过关咯 公布解法 关键1 Wall is Jerry 把墙壁都先变成水母才能通过 关键2 组合成 Jerry is win 或爸爸 is win 那就希望大家也有感受到这个游戏的有趣之处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